那真一修的人 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 修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处 用什么方法修 进途宗 幸运痴迷 就用这个修 剑色纹身 第一剑 是自信界 第一年 第二年落在阿赖叶区 就迷了 眼睛张开 第一个影响 没有分别 没有止处 没有其心动力 叫进心界 第二年 第二年是 隐时界 隐时有分别 释迦牟尼佛 在论言会上 教菩萨 谁识 用根 那 见 不用言识 用见性 见性是根 听音声 不用耳识去听 用耳根的根性 根性 没有其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处 这叫真音修行 这个东西很难 真不容易 金宗有特别方便 全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这好办呢 第一年 是进心界 第二年 阿弥陀佛 不落在 也是 落在阿弥陀佛 念念都落在 阿弥陀佛 行 这不是明心见性 这是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之后 自然就明心见性 净土中的学人 把明心见性 这桩大死 放在极乐世界 去办 现在这一生 要办的事情 不是明心见性 也不是德萨默地 就是念佛 求生净土 就这么一种事情 瞄净了 成就之书生 决定超过 八万四千发明 是你想象不到的 收获 为什么不干 为什么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把你的念头 统统去向阿弥陀佛 什么都发现 我一看 我一看 是谁 我一看 都发现 是谁